他因好声音成名,刚走红就抛弃前夫,现在各色各类的综艺节目层出不穷,很受大家的喜欢。 在这样快节奏的生活中,偶尔看个综艺来放松心情,是个很不错的选择,好声音是很受大家喜欢的音乐类综艺,每一年的比赛都会受到很多人的关注,其中不只有实力不俗的选手们,还有几位大咖导师们的调侃吐槽,很是有趣,从这档节目中也走出了不少明星,在之后都得到了很不错的发展。 承冰也是因为参加好声音走红的,相信不少观众对他还有些印象,他不仅外星出众,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,收获了很多的粉丝,在节目中他表示自己是单身,但是之后却被网友发出他已经结婚,而且是个家底音识的富二代,这也让不少网友们怀疑他的名词是有黑幕。 而且在节目结束,他有了一些名气之后,他就立即和丈夫离婚,这样的行为也是让人无法理解,觉得刚走红就抛弃丈夫实在是他扎,而现在的娱乐圈中已经完全没有了他的消息。 不少网友都喊话,还不如回家继承家产,免责生宁,文中图片也用字网络,如有版权方性联系删除。